接下来看到这两位的互动也引发讨论 这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他在16号晚间到大甲镇南宫参拜 董事长严清彪陪同 但是呢 只有拜拜 两个人几乎是没有对话 互动有点冷 卢秀燕表示因为时间很赶 因此没有太多时间跟严董事长畅谈 不过他的选战对手蔡奇昌则说 严清彪是冷卵点滴心头 卢秀燕到大甲镇南宫参拜 副董事长郑明昆和严宽恒在门口 那董事长严清彪呢 进到庙里 严清彪已经就定位 卢秀燕走到他旁边 轻轻拍他一下 两人点头示意就开始拜拜 拜完后 严清彪直接离开 所以到底有没有挺卢秀燕 市长 昨天这个禁地主之一 陪同非常感谢 那因为昨天是忙着在扫街 那所以没有多的时间交谈 谢谢 其实卢秀燕到大度拜票 还是能看到严宽恒陪同 带着他前后拜访 但爸爸严清彪和卢秀燕互动有点冷 也引发联想 而曾经夸赞卢秀燕的陈时中 下午则到台中跟蔡其昌扫街 这次两人互相拉台 这时候应该是当职棒的会长 然后积极跟我们沟通说 怎么样让职棒能够在既安全 又能够开打的情况顺利地来做 选举倒数 卢秀燕到镇南宫拜拜 蔡其昌在台中扫街 立平选票 记者中部赵半岛